1998年5月1日早晨 奥普警司长白德安像往常一样去户外搞陈恋 正当他锻炼完返回朝着座驾走去时 突然轰的一声巨响 他的座驾被炸得是粉碎 几天后 白德安亲自带了上百名鹤枪实弹的特警赶到了普京新赌厅 给崩牙鞠上了手铐带不带走 崩牙鞠是奥普末期最为凶悍的黑帮老大 被人称为权力大过奥普总督的澳门土皇帝 作为澳门最大黑帮14K的老大 巅峰时期崩牙鞠统领遍布于港澳以及东南亚的门徒超过20万 在80年代后期到整个90年代 正值澳门赌场发展的黄金时期 崩牙鞠为了独占巨额的赌场利益 先是跟港澳黑帮展开数次火拼 造成双方数十人死伤 后来啊 鉴于奥普警方打击14K势力 崩牙鞠则直接遇暗杀奥普当局二号人物警司长白德安 气焰嚣张到不行 崩牙鞠之所以能够在澳门如此的嚣张 也跟奥普当局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黑恶势力面前退缩有极大的关系 1999年 鉴于奥门回归在即 大陆给奥普当局施加了不小的压力 从而协助其一举抓获了崩牙鞠 然而贼性不改的崩牙鞠在被捕后声称 这一两年港澳两地有两名黑老大被枪毙 原因就是为了震慑我 这咱们先不说崩牙鞠所言是否在里 但在他之前 港澳两地确实有两名最大恶极的黑老大被枪毙 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两地的黑势力 那么这两人分别都是谁呢 第一个无疑是在香港兴风作浪了十年的张子强 张子强于1990年开始搞大案 那一年他伙同几个手下在香港启德机场 打接了一辆满载劳力士金表的押运车 抢走了40箱劳力士 价值3000万港元 自此之后 张子强每次所干的案子都在几亿 甚至上十亿之举 1998年 张子强欲前往大陆非法偷运军火 而被大陆警方逮捕 此时的张子强欲通过一系列手段 企图把自己引渡回香港受审 然而张子强一来在大陆犯有重罪 二来他在大陆被伏罚 可以震慑到港澳当局治理不了的那些黑势力 因此他在大陆被枪毙了 就在张子强被枪毙后的半年 一江之隔的澳门大圈帮匪首 叶成坚依然在港澳两地不断的范势 表现出一副无所畏惧的嚣张模样 叶成坚作案的手段远比张子强凶狠 造成的影响也比张子强更恶劣 1999年5月 叶成坚在省港澳码头 公然与光天化日之下 抢劫了一名富商 截获600万 随后 大陆警方不遗余力地通缉叶成坚 辗转全国七个省市 中逮捕这个世纪汉匪 并将其复发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习米华坐崩崖居坐过的地方 写五百字信曝光近况 称对钱没概念 一入江湖岁月催 不胜人间半枕梦 转眼啊 曾经坐拥百亿自产 在澳门呼风唤雨的习米华 周卓华 已经在狱中度过了半年 已满49岁的他 等18年牢底坐穿 即便出来也是垂垂牢椅 再难先波浪 这段时间人生风云变幻 给习米华带来许多思考和感慨 他痛定思痛 写下五百字书信 这封信是写给太阳城员工的 这首先啊 是感慨自己在里面度过了两次生日 也就是五月三十日生日 去年已羁押 都收到了来自员工的祝福 很感动 其次啊 经过一番教导有了醒悟 觉得自己拥有了第二次生命 再次自己对钱没有什么概念 里边也用不着钱 最后啊 祝福太阳城员工各自安好 人间冷暖情为贵 世事沧桑与坚强 在狱中 习米花真正体会到了人情冷暖 尽管她读书不多 自己也歪歪扭扭 但这封信的内容 却是有条有理 威威道来 尽是人间的感悟 澳门面积仅32平方公里 人口只有60多万 因此只有一座监狱 位于陆环岛的澳门监狱 不光西米花 连西米花曾经的大哥崩崖居 尹国居也曾受压于此 澳门监狱不安排采缝纫机什么的劳动 里面设施齐备 有健身房 图书馆等 这估计是西米花最爱去的两个地方 在独处时 西米花应该会经常回忆起往事 想一想那段风急雨狂的江湖岁月 时间回到1999年 西米花25岁 还是不明一文的穷小子 在江湖边缘私混 是上不了台面的小蝶马仔 但是他敏锐地看到了一个机会 澳门黑帮教父崩崖居进去了 崩崖居被判了13年10个月有期徒刑 这是一段漫长的岁月 这意味着江湖上会有一段时间的权力真空 还有崩崖居入狱前 手里掌握着普京等贵宾厅的承包权 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崩崖居刚进去时 还不时有小弟前去探望 时间久了就慢慢被遗忘了 西米花抓紧机会跑去探见 第一次去的时候 这个外围的马仔 崩崖居压根都不记得 满脸茫然地问 你是谁啊 来看我做什么 西米花满脸崇拜地说 我是小人物 你不会记得 但我一直视你为偶像 以前靠近不了你 现在我想向你请教 西米花诚恳的态度打动了崩崖居 她经常来探见 向崩崖居讲述外面的新鲜事 这比看电视读报纸得知有趣多了 取得信任后 崩崖居也教了西米花许多江湖规矩与生存之道 有一天啊 西米花要离开时 崩崖居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一串电话号码 递给了她说 你去找她 她会帮你 西米花打通电话来到了崩崖居这个朋友的办公室 诸位老板签下了一张三千万的支票说 这是居哥的一点心意 你去实现梦想 凭着这三千万的启动资金 西米花承包了一个贵宾厅 做的是风生水起 后来赌王何鸿燊四房争产 四太梁安琪看中了做事有分寸 有拼劲的西米花 招致麾下 好风贫借力 送我至青云 西米花再一次抓住梁基 成立了太阳城集团 发展成为澳门最有势力 资金最充裕的金融集团 之后啊 为了将身份洗白 西米花又成立了太阳城影视公司 投资拍了许多的电影 如扫毒系列 一个人的武林 沙破狼2 赤道 澳门风云系列 夜问4等等 为了获得身份上的认可 西米花更是热衷于拍主旋律片 这时恩人崩崖居就成了过去式 西米花需要与过去切割 崩崖居出狱后 西米花没去迎接 崩崖居为母亲作寿 西米花没到 崩崖居对西米花过河拆桥的行为 愤怒不已 冲到西米花集团总部办公室 指着他的鼻子大骂 无往恩负义 但是骂完后 崩崖居心里也明白 自己的辉煌岁月不复存在 未来是属于当打之年的西米花的 自此 两人一刀两断 再无纠葛 如今的崩崖居 也把自己打造为爱国商人的身份 经营着鸿门酒夜的生意 绝口不提江湖逝世 但他没想到的是 如日中天的西米花 一夜之间成为阶下囚 人生无常 世事难料 在狱中的崩崖居 尽管支持了三千万给西米花创业 但没想到他会创造出千亿的商业帝国 一无所有的去探监的西米花 没想到自己会在未来最风光的时候 重蹈崩崖居的覆辙 锅铛入狱 出来混 总是要还的 无数富豪的财富 被西米花洗劫一空 西米花的十八年行期 一点也不冤 等他出狱时 已是六十六岁 比崩崖居出狱时更老 完景难料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